哈囉大家好 我是貝莉 今天跟你們分享的主題是 我平常是如何上字幕的 那就像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一行 那如果你對於今天我上字幕的主題有興趣 就繼續看下去囉 好那其實上字幕的方式有非常多種 像平常大家最常聽到的應該就是SRT上字幕 那我們今天上字幕的方式不是使用SRT 平常我是使用Photoshop來上字幕的 那為什麼要用Photoshop來上字幕呢 主要就是因為底下這些文字的底 我可以去依照我的心情做轉換 那不論你今天是使用SRT的方式上字幕 或是Photoshop的方式來上字幕 都是需要先建立竹字稿的喔 像我平常最常使用去打竹字稿的方式呢 不是用手打 用手打真的太累了 像我自己閒聊的影片有些都會長到十幾分鐘 這樣打下來我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我最常使用的第一個就是雅婷 雅婷是一個APP 它就像小秘書一樣可以幫你把竹字稿都打下來 但是有時候影片說話比較不清晰的話 還是會造成失誤喔 加上雅婷它是去使用APP 聽你的影片的聲音 再去解讀成竹字稿 所以需要花一些時間 像我們平常如果影片到二三十分鐘 那你就要一直把雅婷放在那邊二三十分鐘 我覺得這樣並沒有很有效率 所以我最近就換了一個方式 就是 這一subtitle 它是一個網站 是我最近發現的 像有些人可能會推薦我其他的軟體 但是因為我自己使用的是MAX系統 然後加上我很不喜歡載軟體到我電腦 所以我就找到這個 可以線上直接幫我轉換成文字的網站 它其實是要付費的 但是你的前幾分鐘就是可以免費去試用 那我現在就是直接把我的影片輸出 然後再丟上這個網站 它幫我直接翻譯之後 我就會得到竹字稿啊 然後還有得到SRT 像假如有一些人 他是不想要用我這種Photoshop的上字幕方式 他其實就可以得到你的SRT檔案 你就可以直接把SRT 匯入到你的剪輯軟體裡面 你就不用自己去一個一個對字幕了 完成竹字稿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Photoshop裡面去 完成我們今天的字幕囉 進來Photoshop之後呢 我們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先創建我們的檔案 那我們的影片 現在我們大家看到的影片 他是1920x1080的 所以我們要創建的檔案就是1920x1080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選擇 我們想要使用的素材 像我現在使用的這個素材呢 就是我之前就已經做好的 那你就可以自己拉一個長條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你自己設計好 或是你購買的一些素材 去做你的底 好接下來呢我們的影片的文字 如果你是像我這樣子要放在下方的話 就記得要把它放在這個下面 然後這個檔案呢我們就要把它置中 先放一個大概的位置 然後接下來呢你們就可以來製作一下我們的底色 像我平常呢底色就是會把它拉長一點 這樣我的字幕如果講很長的話 就不會超出範圍 OK 然後呢你們看我們剛剛的文字已經不見了 那是因為我的這個橘形是在上面的 記得要把它拉到下面的文字就會出現了 那假如你覺得你的文字不夠清晰的話 可以再調整一下 我通常都會給它加個框框 加白色的 然後我們的文字我把它改成別的顏色 框框可以再給它粗一點 OK這樣子就完成了我們今天的字幕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做我們全部的字幕囉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把我們剛剛的竹字稿打開 那我們先來說一下我們的竹字稿打完之後呢 你就必須要把它變成這樣子一行一行的 現在呢我上面有一個ABC 這個ABC就是我們等一下的重點 因為Photoshop它的取代方式就是把文字取代掉 然後你就可以製作你的竹字稿 所以上面我們可能寫ABC或是其他的英文字母都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點選我們剛剛的文字 然後選擇影像變數定義 接下來呢你就會看到這個變數的框框 選擇文字取代 我們剛剛有說到我們剛剛的文字是使用ABC來做取代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要把ABC給它打上去 接下來我們就讀入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竹字稿 放上來之後記得選UTF8 這個地方呢看你有沒有要勾使用D欄作為資料集的名稱 這個都可以 然後取代現有的資料集就可以按勾起來按確定 接下來你把它套用它就會出現了 你可以預覽一下喔 這個是確認一下這裡是不是你們剛剛所打的竹字稿 接下來就按確認 這樣子就已經把你所有竹字稿做成這樣子的樣式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這些竹字稿匯出囉 然後轉存 轉存資料集作為檔案 接下來你就可以選擇一個你的資料夾的位置按選擇 接下來按確認 它就會正在跑我們所有的竹字稿了 完成所有的字幕之後就可以把它匯入到我們的Premiere裡面 那會要Premiere裡面這個時候就是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對你的時間軸 那這個時候我會做第二次的審視我自己的影片 看哪裡還有在修正的 順便再聽第二遍 把我們的字幕直接匯進來 這個地方 直接按OK 這邊要按非常多次 匯進來之後你就會看到這邊有我們所有的檔案 然後呢我會把它整理一下 再一次全選 拉進來 所有檔案先鎖起來 這樣子你才不會動到你的其他已經剪輯好的東西 那接下來我們的檔案就要一個一個去拉它的時間軸 這邊就會需要花一點功夫了 OK 這邊是我原本已經拉好的檔案 這樣子就完成我們今天的檔案了 那假如呢你今天想要去修改一些字 假如我這邊有錯字的話 我們就按右鍵 然後去你原本的資料夾 去做修改 這邊做修改 再按儲存 這邊就會可以直接做修正了 以上這樣子就已經完成我們今天的字幕了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又簡單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跟你們分享的我上字幕的方式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IG小盒子跟我說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一下底下的喜歡 還有訂閱一下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在 Shenmue 那邊 這樣子 它們不是有閒場的嗎 然後將他的炉目